Val litio Yumi 我們將會說兩部份 1部份 我們將會發生兩部分 所以我們將會講二部份 會從福音書開始討厭, 我們會繼續為聖餐禮。 今天,福音書所講到的主教導我們是講到寬恕。 當我們向神請求寬恕我們的罪, 我們也要寬恕別人的罪。 那什麼是寬恕呢? 寬恕的意思是寬恕, 我能與你同一間住在同一間住室。 例如,我能與你無所謂, 或我無所謂, 或我無所謂, 我們無所謂, 在同一間住室, 我們無所謂, 也無所謂。 但是, 如果我們有大問題, 我們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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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所謂, 我們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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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根本無所謂, 根本無所謂, 根本無所謂, 我們能夠還清我們所付的債。 我們能夠還清我們所付的債。 這因此,實在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我能夠還清我們所付的債。 因為我悠悠, 或是做一個賠償, 或是做其他事情。 所以,我沒有辦法。 事實上,並不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補償。 首先,我們必須要謙卑、 請求神來寬恕我們。 但是,請求神來寬恕, 請求神來寬恕, 有兩種方式, 同時兩部分存在。 請求神原諒時, 我們也要寬恕我們的弟兄姊妹。 我們要寬恕我們弟兄姊妹。 就是寬恕, 我們要寬恕他們, 即是寬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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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寬恕他們。 我們要寬恕他們, 因為其他人, 你會說, 那些人, 欠他非常少的錢。 但是, 其他人, 欠他非常少的錢, 我們要寬恕他們, 對嗎? 我請求神來寬恕我們。 我請求神來寬恕我們。 對嗎? 我請求神來寬恕我們。 這是錯誤的。 這是錯誤的。 民眾的弟兄姊妹寬恕他者的關係, 也是像這樣, 一個指有 divulgic中的擴兵。 我們要나so一肩肉在這裡, 另一隻手躭在這裡, 另一隻手也有付出, 要區刑得才浪淡。 當然也能讓你不懂those grace争쁨, 如此, 為何祂失去孤兒的好人, 因為祂沒有反腰, 因為祂不是自然的好人, 也因為神都失去那樣的恩典, 因為他無法寬恕其他弟兄。 讓我來詳細解釋一點點, 可能是從生命中的例子。 因為我們必須解釋, 讓我來詳細解釋, 並不是像金錢, 即是像金錢的方便。 我會講給你一個例子, 在學校的事件。 有一個學生完全不想見到我, 他與其他教授和別的教授, 並不是與我同樣的教授。 他與其他教授和別的教授。 你會明白, 這就是恨的定義。 因為什麼是恨的? 而是恨的定義。 你不希望你在我的世界裡出現。 這就是恨的定義。 這是一個社交的方式。 我曾經說, 真正的寬恕是在一起共存。 而不是說, 噢,我們有誤會, 就是拋開,不要再想。 寬恕是可以一起用餐。 就在同樣一個環境裡, 一起用餐, 在同一個世界裡, 在同一個環境裡, 在同一個世界裡。 在同一個世界裡, 而不是把對方惡煞掉。 稱讚賀厚, 即是寬恕, 在那種詞語文是不足的語言。 稱讚賀厚, 使用著《福祉人》。 稱讚賀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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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活動, 當然,我們不可以活動像外國人, 我們可以活動像外國人, 我們可以活動像外國人, 殺人或愛人, 我們可以活動像外國人, 但我們可以活動像外國人, 我們可以活動像外國人, 但並且在我生命上, 能夠活動像外國人, 而我希望有一天, 一天,這位學生和教授在扼殺人權的行為, 可以改變一天一天。 這位學生和教授在扼殺人權的行為, 回到我們的主題, 我們要記住, 我們必須再給別人的事, 但是,我們必須永遠的事, 我們必須再給別人的事, 我們必須再給別人的事。 這因此, 很好的, 我們必須永遠的事, 為了一個開放的聖經, 不是只說, 我只是聖經, 我只讀在聖經, 看來, 我們必須再給別人的事, 我們必須再給別人的事, 我們必須再給別人的事。 我們必須再給別人的事, 所以, 我們必須再給別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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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我們向神請求, 並不只為所有人, 就像所謂為了所有的人, 而神也為其他人, 他不是只向神指寧, 他幫助別人的事, 他會改善自己的事, 神給了他, 他會給別人的事, 我們向神請求說,請幫助某一個人, 但是神不會直接去幫助某一個人或其他人, 神會藉著你,透過你,來去補助那個人。 Now, you know...